3 1 2 2 southwest 大家好 我是指清 今天呢 我來介紹一款射擊遊戲 那就是无限法 일반 那它是一款 生存遊戲 有點類似艇 絕地求生 挑戰 不過它多了類似兵種系統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裝備 然後進行不同的攻堅跟玩法 非常的多元 好的我們看到右手邊有三種不同的特殊技能的背包 然後今天我們會挑腳踏車跟噴射背包 來做一個特別的講解 OK那我們就進行遊戲部分的環節 好的那第一個選擇是勾爪背包 也就是說它可以噴出一條這個牽線 有點像是動力裝置 然後噴 然後再按下跳 那這個訣竅是如果你要爬高處的話 你可以射最頂端 然後再按空白鍵跳 這是比較簡單而且實用性非常高的 那我們再介紹一下比較高階一點的玩法 譬如說你想要到這個建築屋的最頂端 你可以先噴中距離 然後再連續噴 按1 連續噴不要放 然後這邊可以吸到中間處 因為上面一個間隔 噴到最上面 好這邊可以進行一個倒掛 譬如說你想要攻堅啊 還是想要看位置都是 非常的好的 也可以當一下蜘蛛人 好的那這邊按下F的話就可以直接落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實戰步的環節 我看到前面有人 好的 我們可以選擇噴射鉤子 倒掛在後面 然後 誒 他要打前面 我們打屁股 等等等等等等 這算是攻堅的一個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比較冒險 那我介紹一個實用性比較正常的打法 譬如說看到左邊有人 你先噴 然後再噴過去左邊 因為我看到他的位置在左邊 好 過去看到他 掃射 OK 這樣子算是利用這個 呃高處的優勢 然後殺一個措手不及 利用速然後進行一個點射 達到非常好一個偷奇的效果 接下來介紹腳踏車的部分 你可以按下你的技能鍵 然後隨時都可以召喚住你的腳踏車 按下你的控板鍵就可以進行一個跳躍 然後至於這個畫面是我用滑鼠去轉視角的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小技巧 也就是說你長按你的控板鍵 再放開的話會跳比較高 快踩 嘎 跳上去啦 帥氣 腳踏車實戰部分了 看他這邊有敵人 屈一下 哦咻 難得打到 好 第二槍 哦 兩槍都沒死 那我看到他到後面室的時候打不到的時候 這時候腳踏車優勢就不出來了 你可以進行一個快速的一個攻防戰 好 看他的位置了 走走走走 我們到前面去怼他 跳 然後看一下他的位置在哪邊 我們下來看 欸 好像看到他了 哦 是他 啊 好 我們這邊 啊 GG到了 可以 這是一個腳踏車的優勢 也就是說 呃 在遠處或是比較空曠的地方 拉打的話 這邊可以進行一個 弓箭的轉換 那麼最後到底要怎麼刺激呢 他在決賽區的時候 會派出一樣直升機來接你 你只要上去直升機的部分 你就會贏了 那他直升機會有四個名額 也就是說最後可以四個人獲勝 所以大家都在等 這邊看到敵人 我可以先殺 登登登登 為什麼我敢殺啊 因為右上角那時候只剩下兩個人 我把他擊殺的話 就只剩我了 這時候我們就勝利 一定是勝利的狀態 這個是最安全刺激的方法 你把所有敵人都殲滅了 然後只剩下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安心的爬上去了 好的 那本期視頻就在這邊結束了 以後會出更多無限法則的影片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得到我下次發布影片的通知呢 那我是李廷 我們下次見嗎 掰掰